預售物的量本身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指名度大宗還是落在 現在的新古屋這樣子 買家差應該是說 第一個可能就是我想要再換新一點的 可能就是我要找可能物齡大概10年內或甚至 5年內以下的物件 那基本上在挑的局限度會比較有受限 就大概那幾棟而已 對 但是基本上還是會提到 這邊的生活機能 快邀請小房加入耐群組 和親友一起找尋最適合你的房子 像我們這邊比較熱門的 通常都是落在首購 首購的話可能就是可能找那種 甚至兩房左右的物件 因為可能像新聞啊或者是準備要結婚 或者是可能要換屋 族群 剛剛可能現在目前要找 我現在是租房子嘛 想要找一個房子 預算可能在這個範圍內 其實來這邊相對OK 對詢問度真的蠻高的 熱門是位於在兩到三房左右 對兩房 兩房規格跟三房這樣子 包括像本地也有 然後本地詢問度也蠻高的 因為本地可能就是說我現在住在這邊 我要換屋 我要找 變賣的 就是可能會覺得說我這邊住的真的是 覺得生活圈非常的好 我就會想要指定這個區塊 所以我們這邊的 本地的指定區域 真的蠻多的 對像外地可能像板橋或甚至像新店 也都有看過 新店可能對於這邊不熟 我們有跟他做一些我們這邊的 生活的介紹 其實相對來講他們 看完之後會跟走過去之後 覺得這邊的生活經驗車非常好 比例其實一半一半 對呀算一半一半 就是說這邊 詢問度 本地就 已經享有 已經習慣了嘛 那像外地 詢問 包括像剛剛提到板橋 甚至中永和也都有 就是詢問度也會進線的那個 來這邊看房的 頻率還蠻高的 我們這邊的屋齡其實也不會太久 大概落在差不多 10到20年之間 那現在目前包括像預售屋本身在推案量的 建案也相對比較少 包括像可能就是可能像 最近有一個叫富都星巷 然後包括像 天月啊 那幾棟 所以 預售屋的量本身也比較少一點 所以 知名度大宗還是落在 現在的新古屋這樣子 買家差應該是說 第一個可能就是我想要再換新一點的 可能就是可能我要找 屋齡大概10年內 或甚至 5年內 以下的物件 那基本上在挑的 局限度會比較 有受限 就大概那幾棟而已 對 但是基本上還是會提到 這邊的生物機能 對還是想 看能不能找到現在的需求 其實我們這邊 房市基本上我也不太擔憂 因為這邊的房市 基本上都還蠻穩定 而且 相對來講 剛剛有提到就是 捷運站算是一個支撐點 對 支撐點的方便 因為你說要找 步行離捷運站大概5到10分鐘 真的 沒什麼安全可以找 對然後再來就是 未來的方向 因為 其實我覺得 現在買是最好的時機 因為第一個 目前的價格都還蠻清明 如果落在四字桶 對啊如果說你要 可能往沿線的方面 其實未來的 房市都可能 5到60萬起跳 對啊像 可能上興莊那邊的 預售屋 都成交六字桶 對所以我覺得 現在這個價格算是相對清明 對 不管是有沒有往上漲 其實都還是算便宜 訂閱好房網YouTube頻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 好看的